为了配合先前展出的宁视画展 艺文中心也策划了 遇见猫狗工作坊的系列活动 希望透过实际走访 实践生命关怀 学校的位置在乡下在甲乙 然后这个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 跟在市区都会区都会行的大学很不一样 那在我们学校里面除了很多的树啊 然后自然的植物以外 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流浪猫狗 然后还有那个后山等等 各个地方的候鸟啦 还有一些动物 那我们觉得其实这是一个 可以让同学学习 怎么样跟大自然以及动物互动的一个 难得的机会 工作坊在上午深入中正校园环安中心 认识流浪猫狗们周遭的生存处境 以及校内中途的协助状况 其实不一定要每件事都是通知保身舍 如果有时间的话 当然可以带他去动物医院是最好的 就是事后再 在那个部分戏集 po文 寻求一些捐款 或者什么都还蛮好的 就是不会那么 匆忙说 看到这个受伤的动物 就一定要通知保身舍 其实我们自身也可以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动物 工作坊在下午来到了民雄猫世界金浦村 深入了解流浪猫与艺术创作两者之间结合的实物状况 其实那些猫咪的壁画 我觉得它有做出社区的那种独特的特色 就真的蛮吸引人去那边照相的 遇见猫狗工作坊希望让同学们可以亲身接触并关怀流浪动物 在流浪猫狗上看见生命的价值 拓展生命的宽度 中正一报张亚玉何佳玲中正大学报导